波音正在跌落神坛 而凶手可能正是他们自己 前两天 波音事故审查小组出去了一份调查报告 认定波音两起坠机事故后不思进取 在改进安全方面完全在打酱油 要求波音在三个月内必须整改到位 说实话 波音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因为他们真就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 最近几起事故都非常的离谱 比如今天的1月5号 一架波音飞机在5000米高空飞行时 后舱门突然掉落 把乘客和美联航给吓坏了 赶紧检查事故的原因 最后发现 竟然是波音飞机上有四颗螺栓 压根就没装上 而且还不止一架飞机 其他波音飞机的螺栓也没有拧紧 这么离谱的操作 竟然出现在了百年大厂波音的身上 让很多人惊到下巴 但这还只是波音最近两个月的 离谱操作之一而已 1月20号 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机型 在飞行途中 发现驾驶舱的窗户有裂缝 被迫取消了飞行计划 返回机场 2月5号 波音的一家供应商 因为工人打孔位置出错 导致50架737 MAX大飞机 紧急返厂维修 2月19号 美国的一架波音757飞机 因为机翼部件损坏而紧急迫降 因为事故太过频繁 波音的调查小组都看不下去了 一直在调查类似的事情 万万没想到 波音却在故意干扰调查小组 谁敢揭露安全问题 谁就会被高管针对 这可不是我在冤枉波音 而是报告里自己说的 换句话说 波音公司明知有哪些问题 就是不太想改正 也难怪会接二零三的出现问题了 说实话 熊猫并不奇怪 因为我早就说过 波音躺着挣钱的日子太久了 他们已经把自己快给作死了 自打上个设计 波音成为商用飞机领域的霸主后 他们的目标就变了 不再是制造出性能更好 更安全的飞机 而是为股东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波音的一系列操作 令人瞠目结舌 比如高管集体操控股票 2013到2019年 波音就花了近440亿美金 用来回购股票 抬高市值 可在这7年里 波音的总利润也不过388亿美元 换句话说 为了抬高市值 他们还得借钱才能填补差价 而当股价上升后 波音还要给股东们分红 甚至给高管们发放巨额的薪资 以波音前CEO米伦伯格为例 4年时间 光薪水就拿了7000多万美元 升级的是 在波音737 MAX两年坠后 他被迫辞职 竟然还能拿到波音的补偿金和养老金 金额达到了1亿美元之多 CEO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高管了 然而你想想看 波音本来钱就挣的不多 不仅要买股票分红 还要给高层们发高工资 那么用于飞机的设计研发 生产和制造环节的支出 不就减少了吗 但是波音的高管们也有办法 为了省钱 他们干脆把制造环节给外包出去 据统计 目前波音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工作 都外包给了印度的一家咨询公司 这家公司再把这些项目 外包给更小的公司 比如波音737 MAX机型 波音就把部分的软件开发和测试 外包给了一家印度公司 但这家印度公司雇的都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没有多少经验 但身在便宜 时薪只要9美元 是美国员工的四分之一 对于波音来说 这就能节省一大笔开支 让财报更加好看 不过最终的结果说明 有些钱是不能省的 18年和19年波音737 MAX两连坠 原因就是其搭载的一款飞控软件 出现问题导致的 除了外包 波音自己的生产工厂也很差劲 2014年 就有波音的员工爆料 波音的一家美国工厂的流水线员工 有很多都是从大街上拉过来的 而且还是没怎么经过培训 就直接上手的 甚至有些员工还在车间里吸毒 而这些人对于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安全性根本没啥概念 而波音找这些员工的最大原因就是便宜 这样的员工怎么可能支撑得起 对于安全要求极高的飞机制造行业呢 其实也不怪波音 因为这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真相 美国主动向金融的第三产业转型 华尔街高管们坐在办公室 就可以轻松收刮全世界的财富 而制造业却一日不如一日 像波音这种辛辛苦苦几年 也不见得能挣多少钱 他们的高管也当然不傻 如果傻傻的在那里拧螺丝 收入估计只有华尔街高管们的领头 那还不如跟着他们一起搞呢 换句话说 波音接连出现问题 不仅是他们的主动选择 更是美国制造业目落的体现之一 或许 波音正在和美国制造业的前辈们一样 正在跌落神坛 波音正在和美国制造业目落的体现之一